大家好,歡迎回來,吳春秋 是啊,我先講Oscar 講完上流記生族以後,有些獎項值得留意 包括最佳紀錄場片 最佳紀錄場片就是美國工廠 我們在節目中,我和Mike曾經討論過這套戲 這套戲是中西文化衝突 中西方管治之間的分別 其實借鏡這套戲來看香港政府的管治問題 其實也挺甜蜜的 反而這套我還沒看 美國工廠是有的 還有另一套《The Edge of Democracy 民主的邊緣》 其實Netflix也有看的 那套就是一個巴西總統 有一些醜聞來講 就是一個民主政治的不足 我這套也值得看 因為有人說Netflix 除了看電影或電視劇之外 其實它是有很多很多紀錄片 而那些紀錄片很多都做得很出色的 我想問問Thomas 因為我印象中這幾年的紀錄長片 好像Netflix也有得看 去年那套沒有? 去年那套是單手攀登那套就是 那套就是國家地利頻道的 因為我自己有National Geography的頻道 其實是有播放的 其實我印象中 紀錄片 我真的不確定是否一定拿著Netflix 很多可能有提名 長片、短片都好 Netflix都可以看得到 你看去年好像不知道五套片 至少有兩三套片 都可以在Netflix看得到 或者上年有一套電影說 印度人面對月經的問題 我記得 我當是Netflix最初看的 是啊 是啊 我記得之後我是在Netflix看的 其實我們講到紀錄長片 其實動畫長片都有兩套可以在Netflix看的 一套是《I Lost My Body》 另一套是《Kharosat》 即是叫聖誕節的秘密 我看了《I Lost My Body》 我是很推薦大家看 因為都很感人的 都很悲 但是它拍得很詩異 另一套有人看了 就是《聖誕節的秘密》 他告訴我 是他覺得很好看的 這套是講聖誕老人的來源 但不是我們平常看的 反而是很踏實地說 又是很感人的故事 相反 我想問你 你有沒有看《純龍記三》 有 有看 所以變成《反流奇兵4》 其實這次是 我是覺得有點失望 因為當我看《I Lost My Body》 我覺得 可能不是很主流 吃不到評判喜歡 但我會覺得 《Toy Story 4》 就比較普通 其實跟《Brave》拿到那些一樣 《Brave》好像更水 我覺得 這套已經正常比較少了 評審是 名牌效應 基本上 《Pixar》出來 有份 選那一年 一定是《Pixar》的作品拿到 今年有兩套 重大機會 今年兩套 還有兩套 都不是逐集電影 一套《二分一的魔法令》 一套是《靈魂奇遇記》 好像幾乎有Pixar的作品 Pixar拿到的機會太高了 大陣 是的 不知道 其實我們每個都看完之後 不算了 一張Pixar 一張Pixar 都帶了 你可以這樣說 我們Oscar說到這邊 其實我們本週只有兩套片照片 我們三個看了那套 我們當然是 看看《猛琴部隊》 DC可不可以再省了兩個招牌 這次其實很特別的 《猛琴部隊》 《小丑女大解放》 她是找了一個女兒 她是第一個叫《小丑女導演》 去拍一些超級英雄電影 叫《鹽宇》 《善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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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善宇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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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上海出生 然後香港大 之後去了美國讀書 之後 從事一些攝影、編劇 她拍了一套短片 那不是短片 然後之後 另一個編劇也是一個女人 根本整班都是女人 我這樣看 現在我看到名單 除了一個男人 這次其實大家都會 因為是自殺特工隊 大家看完都很快 但這次《善宇》部隊 其實我覺得是精彩的 我看 你們呢? 我覺得是不過不失 我覺得後半段是不錯的 但前半段我覺得她有些玩笑 變成沒有什麼條理 只不過你跟之前的自殺特工比較 這套《解放小丑女》 就是小丑女告訴你 我是這麼亂來的 你吹嗎? 是 馬克羅比完全能夠拿捏到這個特性 我不知道為什麼她每次做這類型的角色 我覺得她做得很好 反而我覺得今次的 今次這個 叫做《猛琴部隊》 發揮對於馬克羅比來說 沒有自殺特工隊那麼好 你是否想說 她身邊真正的《猛琴部隊》 那幾個是更加好看的 我也不是 其實我會說 我為什麼會覺得這一集 不是這一集 這一套電影 我會覺得不過不失的原因是 你說她很精彩 我覺得又不是 她一定不悶的 當一部《猛琴部隊》看 其實是可以接受 但我反而覺得整套電影最搶的演員 不是那些女人 是《猛琴部隊》 但我反而覺得十字公殺手 是很有型的 我覺得她令我印象很深刻 其實我看這部電影 我是沒有做任何功課進去的 我是不知道有《伊云密奎格》進去做的 而《伊云密奎格》今次的 《中二病變態佬》角色 其實都令我有一種驚喜的感覺 我不知道為什麼 以前那些很有型的英國男演員 近年都做了這些戰格男人的角色 一個是《伊云密奎格》 一個是《努力奎格》 一個是《努力奎格》 在《努力奎格》裡面 都是戰格男人 兩個脫髮被脫得快一點 哦,那一定是《努力奎格》 《伊云密奎格》 《伊云密奎格》 你現在看都可以說 都很濃密 但這次《伊云密奎格》的角色 是很瘋狂 你可以說她很殘忍 但她又很爆笑 其實我沒有想到她可以放到這樣 所以我覺得這套戲 雖然叫《晚琴報》 應該是一個以女性為主的電影 但反而在我的角度看 反而是《伊云密奎格》 變態中二病的中年中老 還好似乎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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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乎 所以我覺得今集 其實這套戲有一件事先天不好的 我覺得華立又想吃回以前的自殺特工隊 一些好的地方 但另一方面我覺得 這套自殺特工隊的評價太差了 又有少少陀稅 在不持續之間 由而不定 令某一些設定上 很拖泥帶水 過了故事 要發展到一半 開始入正題 這套戲才是真正正好看的 我想問這個故事 其實跟《晚琴特工隊》有沒有關係 我感覺好像有少少 但又好像不太重 其實它跟著《原著》改編 就是《Comics》改編 但我想到之後 是否會有發展的一條線 我就不太清楚了 因為有人說這套戲想拍三部曲 就是用這幾個女角拍第二集、第三集 我反而有一個懷疑 因為我們如果看 香港看 我們看的片名叫《晚琴部隊》 《解封小丑女》 但如果你留意去看那個英文片名的話 它是叫《Birds of Prey》 然後一個冒號 And the Fantabulous 接著很長一句英文 《Exmancipation of the One Harley Queen》 很長 《Harley Queen》是小丑女的名字 其實這套戲 她的英文片是說《晚琴部隊》和《小丑女》 簡單來說 未必小丑女和這個《晚琴部隊》 將來是很有密切的關係 其實她到後面都告訴你 其實是不會 不過是因為偶爾有一件事 所以才要聚合在一起 但這幾個女人都是 因為是七二 也有點失意 有點有點 有點有點被人欺騙 對 對 被男人欺騙 但其實我覺得 你們說之前 你們覺得她比較散 但我覺得她是可以再玩更多 我自己覺得太整色整髓了 因為我看過一半 其實我有點懵懵的 因為其實很明顯她的故事是可以直線地說的 但她的電影就剪到碎了 然後就 但我喜歡她這樣玩 反而是 我覺得這樣挺好玩 我不喜歡她這樣玩 因為她玩得不好 如果你是玩得精彩 其實你這樣是沒問題 她玩得沒什麼條理 她一件事就覺得 其實這裡我可以20分鐘說完 我不要那麼悶 就是我不要那麼普通 我就要繞好多個圈來講 我要繞成五個圈來講同一件事 我會看前面是這樣的感覺 然後看看前面一部分 又是這裏 之前不是說過的 你為什麼不可以放在一起講呢 那又要繞完一個圈 又去回頭的起點 又再講你的事情 又回到起點 又回到一件事 然後繞了幾段才去 去繼續發展整個故事 其實你這樣一看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發不厭 嗯 我反而真的沒有這個反應 我不知道可能是因為 我會給她的配樂 和她的畫面吸引到 其實是 我挺喜歡她看漫畫書的感覺 其實是 我很喜歡這件事 所以男人和女人看有些不同 因為我記得 Andis也很喜歡這部戲 她的畫面是不錯的 也都看得出她是 我反而值得留意 是接下來 James跟那套自殺特工隊 的一些風格 會不會和這一套 有一些連貫性在裏面 嗯 如果你看自殺特工隊 就很明顯你會覺得 喂 你的眼睛調整得這麼色彩 想怎樣 這一集 猛球部隊 你會覺得 咦?她是 真是 基於一個 她原本開了的方向 去呈現出來 其實前面看 你說 好看 我覺得 不算 但起碼我不會覺得 悶到看不下眼 那種感覺 但我覺得 你可以剪爽一點 其實這部戲會好看一點 嗯 我們說回 其實你們喜歡Evan McQua 我反而很喜歡 Mary Elizabeth Wistick 飾演那個 十字公殺手 其實她很強調 她在戲裏 她的名字叫做 Huntress 其實她的戲份不多 但因為她很型格 站出來 所以她會令我印象很深刻 然後她會發 原來覺得是發瘋 她發瘋得很可愛 我覺得她的反差很大 初初你以為她出場是一間角 其實不是 是因為她是一個身世很悲哀 但是 然後出場 一旦碰上小丑女的那邊 你會覺得她真的很突出 她的型格 所以我很喜歡這個角色 我覺得她 可能是她的體型 所有東西都很 學立雞群 那樣 我會對她很深印象 其實是 其實我覺得她 她在這個隊伍裡面 是看起來正常一點的角色 所以就比較少少學立雞群 哈哈 而且如果你說開 Mary Elizabeth Winstead 其實我留意了她 一段日子 我記得最初我留意到她 應該是 《Die Heart》的第四集 她是做Bulls Willis的女兒 那時候她也很漂亮 看了兩眼 就覺得 好像 接下來她又有幾套 叫做大影 好像都會 上位有望 但是 誰知道 一直都 你覺得她上位 又不是上霉 又不是紅 又不是這樣 復合了一段日子 那 但是 你看著她每次走出來 你會覺得 咦? 為什麼她好像 有點殘 一次出來又殘 一次出來又殘 一次 她這次 馬行舞隊 看我出來 我就覺得 哇 為什麼殘到這樣 但我覺得她那張殘 又不是說 人老豬王那種殘 我覺得反而有點像 建生過渡 天生過渡 人太乾的那種殘 哦 其實之前的雙子殺手 雙子殺手也是女主角 不過套其實太惡 憑如潮 所以大家也不太記得 你說李安的套嗎? 是的 她是女主角 沒有什麼印象 她打得很好看的 真可憐 其實這幾年她做過太多戲 但是真的沒有一套可以 幫她正正式式上位 我印象中她的巔峰時期 應該是那一套叫做爆女大家鬥 是不是也是打的? 爆女大家鬥是 Egger White 去了荷里活拍的一套戲 說一套扎男和她的情敵去爭她的時候 過程就像打機一樣 呃 那套戲是挺好看的 而且那時候她 我覺得她最漂亮是那時候 嗯 而且這套戲 爆女大家鬥裡面 她的造型也是挺帥的 所以值得一看 嗯 我覺得這套戲的打鬥也挺好看的 我想她們也有訓練 尤其是Mega Robby 你看到她真的不像是替身 真的是她自己去上陣 我覺得手腳快 而且你看她拍這套戲 應該也拍得挺辛苦 我覺得我覺得 無論你有沒有替身也好 因為你始終有些畫面 替身是會穿崩的嘛 所以你一定要是演員自己做的 那所以變成Mega Robby 我覺得可能不會拍得多次 因為 你始終因為 隨著這個年紀的增長 拍這些戲可能就會 會越來越辛苦的 除非你用CG那些東西 我覺得DC和華立 都是見過行步 這個角色收得 就做一套 再收得再算 嗯 但這個看起來 好像好過之前 可能之前是太差 我真的覺得 所以你說剛剛我是承認 其實她是沒有深度的 其實我覺得 我覺得她是看得很開心的 她的娛樂性是豐富的 當然你不可以跟Rob 你不可以跟Marvel 拍每一部戲都很有計算 計算 整個宇宙 究竟我這套電影要出什麼 外面的角色 要鋪什麼伏線 等等 那 DC 其實 小丑女 都三套電影 其實三套都沒有什麼關係 我覺得 我覺得 我看完之後 可能會有點亂亂 嗯 這個就是她 她這次 我覺得 有些少少受到 受到之前一些戲的影響 拖累 因為 其實 她現在說 這個故事有說 小丑女和小丑 是分手 其實這個設定 就是源自於 她們不想承認那套自殺特工隊 嗯 但是她又 有些少少彩蛋 因為 這傢伙我認識的 其實也是自殺特工隊發生過的事情 那 但是 你現在看片頭 不止說這套電影 之前的Aquaman 其實都已經沒有用DCEU 來做開頭 所以 我覺得 她們又想 可能 當某幾套電影 可能 慢慢慢慢 大家接受的時候 她又想走回DCEU 又不奇怪 但是 現在又好像 又知道 糟了 那幾套電影拍得衰了 我認不認數好呢 認又好像 認自己衰 不認又好像浪費了些東西 那又怎麼辦呢 你還是認不認一點 她最初也是有DCEU的超人蝙蝠盒 那樣 其實是那個畫頭 但是 但是 她以前是直接出 是展示DCEU的標誌 沒有 沒有 最近幾套是沒有了 是 是 但這個 開頭 她是 她是 又想認又不想認之間 就覺得 你說我認不就認 你說我不認不就不認 總之我 就不會認任何東西 那我看 我看這套電影的時候 其實前面就是神奇女俠的Trayer 又是80年代的風格 那小丑女又是很癲癲喪喪 她的歌好像是90年代的歌 我沒有記錯 如果是 小丑女是 那 好像都是 去回這些類似的風格 我不知道是否容易處理 還是怎樣 嗯 我覺得暫時 DCEU方面的策略都是 獨立攪著 到有機會我們再炒一碟試一下 哦 因為她現在寫著 其實我看到她也是 希望以Harrie Queen 就是小丑女做主角 就像剛剛Thomas 你提到過 三部曲 但是 都是一個開發階段 其實要看看她的反應如何 但我看不見在外國 你看回這一套小丑女 其實很多角色都沒有什麼 其實沒有的 所以我覺得開發空間是有的 其實這一套戲 這套戲 我跟Thomas覺得前面 立的地方 其實就是用來 開發這幾個女的角色出來 嗯 對於我一心想看小丑女的命 可能會覺得有點煩 失望 是 我最期待的是什麼時候才會有 這個 閃電俠的獨立電影出現 好像真的沒有 其實是 那時候又說有 不斷地說會有 但不斷都不知道什麼時候才會上 嗯 其實真的要想一想 小丑女講到這裡 其實我們可以講 下星期其實多戲 但今天的形勢 其實我看下星期那堆片 都有點擔心 那先講下星期什麼 首先第一套戲 叫翻牆熱氣球 就是講 東歐裡面有些人 為了翻越柏林圍牆 去到西德 就要坐熱氣球 這套戲就是講這些事跡 然後第二套就是 迷離島 應該是經歷片 有一點奇幻的 第三套就是 擁抱美好時光 是一套法國片 這套我很興趣 然後兩套戲 都是講嬰兒的 一套戲叫做 Baby復仇記 其實我有點興趣去看 但是Grace 你阻止我去看 我沒有阻止你去 你可以去看 作為一個勇士 然後另一套 又是講嬰兒的片 就是嬰兒嫁 就是一套印度片 是啊 認識的 其實男女主角都認識的 男主角就是 Batman的男主角 女主角就是 Kalena Kapu 即是 FREE EDIUS的女主角 故事我覺得挺有趣的 可不可以說 那些使館英語原始 掉了包 是啊 那些精子掉了 最後有一套韓國片 這套戲 花時時間說一下 這套戲叫做 獸頭救兵 獸頭救兵 其實他宣傳說是一套瘋狂喜劇 我跟Grace 就看了優先場 我覺得 沒有我想像之中那麼瘋狂 是 去到中原先至好笑 是 他這些包裝做瘋狂喜劇 應該跟去年的那套 搶錢大屍殺 的程度應該差不多 E Thomas看錯了 我沒有看 因為 搶錢大屍殺 他反而沒有搶錢大屍殺 那麼瘋狂 這套戲 但是 我覺得這套戲 它有正經的一面 其實它是想說些話的 你看看韓國近年 無論你拍瘋狂喜劇也好 或者是其他類型的戲也好 它總是會給你一個感覺 就是劇情很紮實 這一套也不例外 嗯 其實我覺得這個問題 不在於這套戲本身 是香港的片商 去做發行的時候 可能 不太懂得去賣 那我覺得這個題材也挺搞笑的 那我們怎麼賣 就瘋狂喜劇 這套戲 其實花了差不多頭40分鐘時間 來去鋪排 就是究竟 為什麼 那個動物園 要找一些真人去扮動物呢 其實它是有一個原因在 它也有說到 我現在應不應該保育那間動物園呢 因為你知道近年來 其實很多保育團體 對於動物園其實有很大的爭議 是啊 其實我猜不到這套戲 原來是有這樣的訊息 它也有在說這件事 這個我們留下個星期再去探討 其實還有一套叫凶宅兒童 你們有沒有看到是什麼 我看地址是有的 凶宅兒童就是一些 如果逐一說一些沉嘗的經歷片 近年都不少這些小孩恐怖片 但是比較容易是你看完 可能有一陣子會忘記她說過什麼 哈哈哈哈 其實我們也很悲觀地看 你究竟下個星期 戲院是否可能會開到呢 大家可不可以看這些 我想下個星期應該還有的 那 過了下個星期就難說了 是啊 到三四月可能流感高峰期 究竟那個情況如何 其實電影節有沒有搞呢 哈哈哈哈 我們的節目怎麼繼續下去呢 我們的節目 會不會錄到幾集 Lefx之戲呢 至少還有Lefx 我們還可以說 我原本打算去台灣看電影 你的計劃已經泡了 慘了 台灣已經不讓你入境了 幸好你沒有去 現在完全不讓你入境了 是啊 完全不讓你入境了 而且一早去 十幾天就很辛苦 哈哈哈哈 是啊 看看到時候怎樣 其實我們這個節目也會見 不過不會武器說的 因為我們在網上也看到 至少我們也想承邀這個Diaman 所以我們可以客串說 Adams 是啊 可以說這個Uncut Jam 當然要說 這套是他翻身之作 是啊 所以我一定要找Diaman上來說 而且這套是正片 不是正劇 不是喜劇 是啊 其實Adam Sandger不一定是拍喜劇 他其實曾經是懂得演戲的 哈哈 雖然他是金草莓大獎的熱門人選 經常盛 那好吧 這個禮拜我們講到這裡 下個禮拜再講戲 拜拜 拜拜